警方在新北市中和永和路上盘查并排停车 发现车上有乘客立策下车逃逸 不但拒绝接受盘查 还发生激烈扭打 远警当时喷洒辣椒水 企图要阻止他 没有想到这个嫌犯 右伸手要触碰警枪 立刻遭到警棍反击制止 嫌犯的右脚当场被打中骨折 才乖乖就胆 原来他是通气犯 叔叔想要等到过年之后 才想要路肩服刑 原本坐在并排停车的车上 发现警方靠近立刻下车 远警追上前 他口气越来越不耐烦 转头想逃 警方立刻喷辣椒水制止 已经被喷辣椒水 嘴上说要趴下 手却摸上警枪想夺枪 警方立刻拿警棍反击 双方发生激烈肢体冲突 过程中原警持警棍 击中嫌犯右腿 他才乖乖就歹 送医发现右腿骨折 没有生命危险 两名盘查原警身上多处擦伤 嫌犯拒绝盘查又袭警 这下真的得进监狱过年 记者刘子周东霖 新北市报道 你别人 这下人都说不肯定是唯一的 怀疗 感觉就是唯一的 没有充足